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江和渔会国外,常讨论,加强对朝鲜的禁运制裁,美联社记者主持人周凯文来源,希望之声记者周凯文综合报道。 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,美国国务卿提勒森,Rex Julian将于下周赶,赴加拿大参加各国外交付偿会议,以讨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。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,提勒森将在会上提出通过拦截和检查的方式,来加强对朝鲜的海上禁运。 Aspi Lugo等于Wi Ado W A D S B Y G O O G L E Bush。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,这次会议将让全球各国坐在一起,展示国际社会在反对朝鲜危险,而又违反国际法则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上的团结。 今年的全球外交会议将于下周一至周三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,会议主题是朝鲜半岛的安全。 美国国务院透露,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,JIMMATTIS将在周一出席会议的开幕晚宴。 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负责人,胡克·Brian Hook透露,提勒森将寻求发展向朝鲜施压的实用机制,海运封锁将,是会议讨论的一题之一。 美国还将听取各个盟国的意见,Aspi Lugo等于Wi Ado W A B S B Y G O O G L E Bush。 胡克说,我们将和伙伴国和盟国讨,论海上封锁的步骤以及如何,切断,干扰资金和资源流入朝鲜,任何海上拦截都将帮,助我们阻结其资源。 胡克还表示,由于于会国,是以韩战期,兼派兵协助韩国,或提供援助的国家为主,莫斯科和北京军委被邀请,但会议结束后将,向两国提供简报。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助理,国务卿,高德斯坦,Steven Goldstein在11日的记者会上指出,虽然中俄没有被邀请,但两国支持朝鲜的无核化,所有国家都是同样想法,他认为出席此次会议与,否不会,改变中俄的。